创新基因编辑技术可修改89%有害突变基因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 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叫做Prime Editing 先导编辑 该技术将基因剪到Crisper Cas9 和反转路媒作结合 根据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的研究指出 Crisper Cas9将其中一边的DNA链剪开 然后让反转路媒生出一股新的DNA链 再插入到原本被切割的DNA链里面 另一个反转路媒接着会引导Crisper Cas9 去剪开另一股DNA链 反转路媒从新的DNA链复制基因编辑 制造出一股新的完全编辑过的DNA链 根据哈佛大学的新闻稿指出 先导编辑基因编辑技术Prime Editing 能够用来替换DNA剪辑 并且能够修正89%的致病突变基因 研究团队指出 目前在实验室已经对人类细胞 进行超过175次的编辑 并成功地修正会让人类 患有连状红血球贫血症 以及家族黑蒙性痴呆症的基因 哈佛大学新闻稿也提到 Crisper Cas9本身效果并没有办法 像Prime Editing一样精准 并且可能会造成插入多余基因密码 或是遗失特定基因密码的情况 该研究的作者群表示 他们将会继续调查Prime Editing 对人类细胞所带来的影响 并且会做更多细胞与Prime Editing相关的研究 在娶子上没得到 在这里的编辑 超过4次的编辑 突出 最终胞与归 最终胞与归 最终胞与归